全家大小拖着行李 准备飞出国 这次目的地是去泰国 嗓一下 又热闹又便宜又好玩吧 个人差不多才一万出 我们去酒店 其实从11月10号开始 台湾游客入境泰国 全面免签 到明年5月10号 这消息确实让不少 台湾游客都等不及了 比较吸引你会去泰国 对会 因为签证也要两三千 但是泰迁两样勤 有人老早预定泰迁 已经到手钱都花了 也回不来 到时有人这一回省很大 我们将近20个人出去 所以我们签证费 省了两万四千多块钱 我们没有免签到免费的 所以我们很开心 因为泰国公布了啦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的国家 泰国公司 会更加决签证 因为我们的游客都很漂亮 明年度 应该赴泰旅游的一次 有机会可以破百万 这是个 持阶段性的一个方案 我们预估它不太可能 变成永久免签 开放免签第一天 泰国观光台北办事处 海盗淘机发放七日网卡 送给由泰国的台湾民众 小礼物 只是免签只有短短半年 学者还是呼吁 想要进一步刺激观光 台湾还是要积极挤进 免签国行列 欢迎新闻 陈明燕领委续下转桃园采访报道 美中 对一阵下的东协 因地缘政治角力 趁势绝起 中英燕爆发大千洗潮 海场机会 挑战有哪些 每周六晚间八点 看见新东协 用一小时 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震惊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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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